截至小编发稿前 美国新冠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128万例 死亡人口达到76401人 都说新冠病毒面前没有贫穷与富裕 没有高官响卫的阶级关系 就在今天这句话被充分的应验了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特朗普的一名贴身工作人员确诊新冠肺炎 并且该男子在白宫的主要任务 是近距离保护总统和第一家庭的安全 推测与特朗普及其家人都有密切的接触行为 根据报道 该名工作人员隶属美国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 白宫的精锐军事部队的成员之一 平时会协助总统和第一家庭 执行各种个人任务 这名工作人员不仅负责总统平时的起居饮食 而且还负责总统在旅途中 或出国旅行时的行程日常安排 特朗普总统不仅在个人生活问题上 依赖于这位贴身工作人员 而且还与这位官员是非常要好的知己 白宫随后发表声明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且有官员透露 这名确诊的工作人员 在平时接触总统及其他官员时并未佩戴口罩 虽然特朗普之前声称自己很少生病 但是此为官员的病情确诊 引发了人们对总统可能暴露于该病毒的担忧 报道称 该工作人员在6日上午出现新冠肺炎症状 并在当晚进行了测试 为了确保安全 特朗普随即在白宫医务人员的协助下再次接受新冠病毒测试 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副总统麦克彭斯和与他们定期互动的高级职员 每周都会接受冠状病毒检测 接受检测的几名官员表示 该测试通常在白宫西翼大楼附近的艾森豪尔行政办公大楼进行 医务人员擦拭职员的鼻孔 并告知检测官员的结果 测试结果通常会在15分钟后得出 而据白宫西闻秘书霍根吉利德称 特朗普和彭斯的最新测试结果皆为阴性 但是此结果并不能证明特朗普总统未感染新冠 仍需要两个星期左右的观察期才可以确定 既然白宫工作人员每周都会进行病毒检测 为什么证明保卫人员事先没有被检测出来 而是出现了症状才被确诊呢 最大的可能性为 目前被特朗普吉利推崇的快速检测盒 在测试样本采集过程中会出现样本 暴露在空气中这种情况 这有极大的可能性污染样本 其次就是假阴性的问题 据了解 这种快速检测盒有将近15%左右的假阴性比例 所以很多患者并未在第一时间检测出来 换言之 特朗普以及彭斯这些白宫高级官员 是否真的是健康的 现在都无法确定 这一切都要等待时间来证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